我 我都是为了你 安白夜 我努力了这么久 这么久就是为了 得到一个机会 一个话漫话的机会 你有什么资格 你有什么资格毁了他 为什么又是你 我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你不能跟他走 为什么 预言之士又回来找你了 你已经和他分不开了 这点你很清楚 我也很清楚 星海连19更清楚 上次是因为他没有防备 预言之士保护了你 但下一次 如果他要夺走预言之士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杀掉你 那这和凤老师有什么关系 星海连19可以变成任何人 你身边的人越多 他就越容易接近你 如果你参加了比赛 现场有这么多工作人员 选手 导师 观众 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就会接近你 我不能让你参加比赛 就只能让凤流青忘记你 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跟我回家 由我来保护你 只为这个 我都是为了你 安白夜 我努力了这么久 这么久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机会 一个画漫画的机会 我现在好不容易才得到了 我只是想画漫画而已 你有什么资格 你有什么资格毁了他 我想让你活下去 你的意思是我还要感谢你吗 我要为你没有杀了我 而感谢你吗 不管你能不能理解 我都必须这么做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丢了他 我们一了百了 你知道你这么做 会有什么样的好果吗 我不在乎 老板怎么样了 傻姑跟你回来了吗 老板 你在听吗 十三要 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老板 你放心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你要相信自己 你是永远都不会犯错的 你是人天 你是错 你是唯一的神话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来参加比赛了 我是选手 邓俊 正 我 我没有证捷 但我真的是选手 是凤老师让我来的 不对 凤老师已经不记得我了 你们 你们 你们过来 去去去去 神经病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机会 难道就这么放弃了 不行 我必须进去 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有办法 这都可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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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